大家好,我是時光包的G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新年的第一集,我在這裡祝觀眾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近幾年來,女士的碗錶市場變得越來越重要 很多原本只是做男士碗錶的品牌 都湧著想分一杯羹 不過很多時候,這些碗錶品牌 都只是resize自己的男士碗錶 將它縮小一點,加一些鑽石 就是說是女士碗錶 我覺得這種做法可能的誠意不足 今天我們想說這個品牌 它已經有很多年專門做女士碗錶的經驗和技術 做得一些女士碗錶是非常吸引的 這個品牌就是Bronpang寶柏 寶柏是第一個在瑞士註冊的中標品牌 在1735年的時候,他們已經註冊成立 可以說是標誌著瑞士的中標業 由這個標象的年代,變到這個品牌的年代 原來寶柏上世紀的30至60年來 有這個瑞士中標業的第一位女士的CEO 這一位就是Betty Felster女士 Felster女士本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CEO 他很清楚寶柏如果想要成功 是必須要專注和將他的資源集中 所以在上世紀近50年代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集中專門做一些女士碗錶 做女士碗錶往往比做男士碗錶更難 為什麼呢? 因為女士碗錶當時是比較小的 即是說是需要有一個比較小的機芯 大家都知道,要做一個小的機芯 如果要做得一樣準確 或者一樣堅固內容的話 比做一個大機芯要難很多 不過因為寶柏已經有200多年 做高級機芯的經驗和實力 所以這件事難不了他們 寶柏曾經做過一個長方形的很小的手動搶鏈機芯 這個機芯令到他們可以做一些很精彩的 Cocktail Watch 其中他們有一款Platinum的Cocktail Watch 還是比馬尼蓮夢露所上色 時時都佩戴,出席了很多場合 光攤還推出了第一款女士自動上鏈的碗錶 叫做Rose 在1956年的時候 他們就首次推出了一個系列叫做Lady Bird Lady Bird 完全是為女士當時一個 非常時尚和前衛女士設計的碗錶系列 它是用了當時市場上直徑最小的一款 寶柏自家生產的機芯 而且寶柏將錶關放在錶殼的背面 令整個碗錶可以在設計上有更多的空間發展 去年2021年寶柏將他們所有的女士碗錶 都歸納在Lady Bird 的系列下 用來向Betty Felster 女士致敬 而且他們也推出了一個全新Lady Bird的Colors 系列 這個系列總共有兩個 標學材質選擇的紅金或白金 標學直徑是34.9毫米 不大不小非常適合時尚女士手腕去配戴 這兩款碗錶分別是可以有 總共七款不同的色彩斑斓的鱷魚皮錶帶可以配襯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那個標盤 Mother of Pearl 珍珠背墓的標盤 很多女士都很怕撞衣 買錶可能都會想有自己的特色 如果有一個珍珠背墓的碗錶 基本上你是不會碰到有另一塊跟你完全一樣 因為Mother of Pearl 每一塊都是 unique 羅馬數字的磁標看上去是非常活潑 而且好像很隨意 但其實他們的位置都是經過了精密的計算 是很準確地顯示時間的 那兩支指針都是扭葉式和經過了扭空 那支長長的秒針尾端有一個JB的Logo 這個Logo 代表了寶柏創辦人的名字 碗錶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那百多粒 總共重2.2卡拉的鑽石 這個碗錶的鑽石的雙嵌都非常有特色 用一種叫做Recutting的技術 令到鑽石的周邊有一重18K金 是幫助它去反射去折射那些光線 令到鑽石看上去是更加閃爍的 如果我們反轉碗錶去看看那個機芯 就會發現這個當然就是寶柏自家生產的機械機芯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那個自動擺陀 那18K金的自動擺陀 它做了一個很特別的圓形的扭空設計 是配合那個碗錶的圓形 這個機芯是做了一些很精細的打磨 所有的橋板都是賭角和有日亮瓦的波紋裝飾 那個油絲也是用了silicon 植的材質 所以碗錶本身是不會受到磁場的影響 機芯可以提供4天或100小時的動力儲備 碗錶可以防水30米 足夠日常生活所用 說完了鋁士的碗錶 我們來看看男士的碗錶 寶柏的男士碗錶一定離不開Fifty Phantom 五十層的系列 五十層總共有兩個線 一個就是Classic 非常之強壯 專門為專業潛水員 甚至是軍事用途設計的潛水錶 而另一條線就叫做Bufferscape 這個Bufferscape的線在1956年推出的時候 目標的用家就是一些城市精英 或者是一些水上活動的愛好者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碗錶 整隻碗錶給人一種沉實穩重的感覺 因為它用了一個灰色的色調 標學是用Grade 23 二十三級的碗合金 這次是Bufferscape系列第一次出現碗金屬 大家都知道碗金屬的好處是輕 和不會對皮膚造成敏感 Grade 23 的碗金屬 這碗錶有一個功能一定要介紹的 就是單向旋轉的錶圈 話說在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 寶柏是由Betty Felster和侄子 Sean Jack Felster 一齊管理 Sean 是一個業餘的潛水愛好者 而在一次潛水活動中 因為氧氣出了問題 差點令到他遇險 就是因為這件事令到Sean 鑽研發明了單向旋轉的錶圈 這個錶圈的好處是可以令到潛水員 永遠都不會高估自己氧氣的成餘時間 可以令到這個潛水活動變得更加安全 錶圈是用鈦金屬去製造 上面還有一些Liquid Metal 液體金屬 鑄造的一些60分鐘的時標的刻度 我們看看這個錶盤 這個錶盤設計也挺特別的 它是一種垂直的拉絲設計 跟我們一般看到的放射紋的設計不一樣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種垂直的拉絲 因為比別人感覺更加沉實 作為一個專業碗錶的錶盤 我覺得是非常合適的 那些時標全部都是立體的 上面都是有夜光塗層的物料 那兩支時針都好像是蠟燭的形態 那個粗身的蠟燭設計的目的 是為了可以有更加大位置 可以放夜光的塗層 去滿足潛水錶 必須要在暗黑的環境下 讓這些配戴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時間 而尾端的尖針 可以更加準確地去指示到 當時的準確時間 而那個秒針的尾端 是有一個紅色的部分的 看上去就比較聰明 四點鐘五點鐘位置 是有這個日期槍 我們注意到這個碗錶 錶冠是比較大的 這個over-size的錶冠 一般潛水錶都會有這個設計 是方便戴著手套的時候 是可以去operate 就是碗錶 我們反轉碗錶來看看那個錶底 它是有一個藍寶石水晶的錶底 可以讓我們欣賞到 寶柏自家生產的機鞋機心 那麼那個自動擺陀看上去是深灰色 是配合整體碗錶的灰色色調 不過這個深灰色和噴沙處理的自動擺陀 原來是一個18K金的擺陀 這個機心的打磨都挺精細的 全部都有倒閣 它亦可以提供一個非常長的動力儲備 是有5日或120小時的 碗錶是可以防水300米 是完全滿足這個專業的潛水要求 本身那個機心的油絲 亦都是用這個Silicon的材質 令到它不會受到這個磁場的影響 碗錶是可以有三種不同的錶帶的選擇 第一種就是NATO 錶帶 第二種就是碳灰色的帆布的錶帶 第三種就是配合標殼的GRAID 23的TITANIUM的錶帶 當然是TITANIUM的錶帶 看上去就會更加專業和帥 我們看了兩種補拍比較精彩的碗錶 一種就是專門為今天獨立浪漫高貴和充滿智慧的女星 設計的Lady Bird Colors 而另一種就是專門為城市精英的男士設計 沒有花巧但充滿內涵的Buffersky 情人節接下來大家可能會考慮一下 這兩種碗錶會不會適合你送給你心外的另一半呢? 今星期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